今天AT个股推介建议大家留意农业银行1288 简选原因是汇金公司计划在6个月内持续增持4大国有银行 有利提振资本市场对国有银行的信心 同时有利股值复收 股份可以留意上半年盈利增长好过同业的农行 比较4大行上半年的经营情况 农行以上半年盈利按年增长3.5% 至到1332亿人民币好过市场的鱼 好过同业 今年以来内地商业银行纷纷获准降低存款利率 有利控制资金成本 中金的报告讲到 存款降息对农行2023年的净利润贡献最大 预料有3.9% 在四大行当中最高 股价走势上 农行8月至今仍做上升轨 近日股价挑战前高位3元关 如果能够显着突破 可以以大行最新级与12个月价平均目标价 即是3个4位目标 回吐适宜手上升轨大约2.8% 农行2023年的预测股息率是8.1% 对农行2023年农行2023年农行arez 設定中文字幕緣浩广税